全能神经典话语 涉及到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涉及到每一个人一生中所度过的几个重要关口 涉及到人如何认识神的主宰 人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神的权柄 当然也涉及到每个人的最终归宿 所以,需要人花费毕生的精力去认识与体会 当你能正视神权柄的时候 当你能接受神主宰的时候 你就会逐步地认识到、体会到 神权柄的真实存在 但是,如果你从来都不承认神的权柄 也不接受神的主宰 那你不管活多大岁数 都不会对神的主宰有丝毫的认识 如果你对神的权柄 没有真实的认识与体会 当你走到路中的时候 即使你已信神几十年 但你对人生没有任何的收获 而你对神主宰人类命运的认识 也必然是灵 这是不是很可悲的事 所以,不管你走过多少人生路 不管你现在多大岁数 不管你以后的路有多长 首先,你得承认与正视神的权柄 接受神是你独一无二的主宰者 这一事实 对有关神主宰人类命运的这些真理 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与领会 这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 是每个人认识人生 得着真理的关键所在 也是人每天都要面临的 认识神的基本功课与生活 这是任何人都避不开的 如果有人想走捷径 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想逃避神的主宰 那更是不可能的 因为神是人唯一的主 神是人命运唯一的主宰者 所以,人自己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人也不可能超越人的命运 无论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 都不可能影响 更不可能摆布安排 左右与改变他人的命运 只有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才能主宰人的一切 因为只有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拥有主宰人类命运的 独一无二的权柄 所以,只有造物主是人类 独一无二的主宰者 神的权柄 不仅主宰受造的人类 而且也主宰着 任何人看不见的 非受造之物与宇宙星空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事实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一人一物能改变 如果有的人依然不满足于现状 觉得自己有某一方面特长 有某一方面能力 依然抱着侥幸的心理 想改变或摆脱现在的处境 或者试图想借助人为的努力 来帮助自己 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达到出人头地 名利双收的目的 那我说 你是自找苦吃 自讨没趣 自掘坟墓 早晚有一天 你会知道 你的选择是错误的 你的努力是徒劳的 而你与命运抗争的野心 欲望 与你自己不轨的行为 必将带你走上一条不归路 也必将让你为此 付出沉痛的代价 虽然现在 你看不到这个后果的严重性 但是当你对神主宰人类命运的真理 经历体验得越来越深的时候 你就会逐步体会到 我今天所说这一番话的所指 与其中的真实含义了 你到底是不是有心有灵的人 是不是喜爱真理的人 就看你这个人对神的主宰 对真理是什么样的态度 当然这也决定 你能否真正明白与认识神的权柄 如果你的一生 从来都没有感受到神的主宰安排 更不能承认 更不能承认 接受神的权柄 那你这个人就彻底地报废了 定规是神厌弃的对象 这是你自己所走的路 与你的选择决定的 而那些在神的做工中 能够接受神的试炼 接受神的主宰 顺服神的权柄 逐步对神的话 有了真实经历的人 得着了对神权柄的真实认识 与对神主宰的真实体验 真正地归服到了造物主的面前 这些人才是真正蒙拯救的人